我们现在正在阿里中线上 然后突然路边有一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天哪 在这个无人区 哇 天哪 这里有一群羊的尸骨 这只还没有成年啊 这么多只 这里至少十几二十只 一个羊群 你腿呀什么的 被扯得七零八落了 天哪 太夸张了 这应该是被狼群围攻了的 集体集体死在了这里 而且全部被吃干净了 哇 这个无人区还是有点恐怖的 没遇到就没事 遇到了就完蛋了 这里还有一头牛 也被吃了 太夸张了 这牧羊人死是惨重啊 今天我们的行程是从帕江乡的一个小镇出发 目的地是错前线 就是走最近的一条路 那么最近的一条路它现在显示161公里 七个多小时走完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小朋友就过来打招呼 前面有个小朋友的回首 拿回首 过来 帕江乡隶属于西藏日喀泽市中巴县 我们经过时发现这里正在大兴土木搞建设 可以选择在这里停留 因为有宾馆提供住宿 接着我们又开始翻越崖口 刚翻过崖口 一片沼泽地出现在眼前 而且我们竟看到了一家三口的黑井鹤在悠闲的躲步 黑井鹤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它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上的鹤 由于生存环境恶化 黑井鹤成为了宾微物种 这里呼吁大家一定要爱护自然 这个方向就是往前走是错秦 往回走怕江 往左走是夏若村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往这边走 往这边吧 对 哇这边以后路马上应该就要修好了吧 这后来修得这么高级 因为都有后来为什么都不修路 一路上我们经常遇到路况糟糕的情况 就需要下车自行清理 好前面这个路况 走右边的路比较崎岖啊 看来我们这边还是打算 左边轮子上这个路 然后右边轮子下这个水坑 我们离目的地还有52公里错秦 在这个看到有一个小村庄 然后我们打算就在这个路边停靠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开车旁浪 我们现在决定今天在这边露营了 现在海拔大概4707的呀 我们正在穿越阿里中线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山头呢 稀稀的稀的下着小雨 但是对面的山头呢 却是阳光明媚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山头之间呢 架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长 非常大的彩虹 好美呀 而且是两长哦 双彩虹啊 太幸运了 下期我们终于到达了错秦县 终于可以加油了 究竟有没有95号汽油呢 我们两车的油耗对比又是怎样呢 请关注开车狂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